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妹 今天给大家介绍两款佛牌 这两款佛牌呢 一尊是龙婆Binang的幸运星 非常好料的一尊牌 另外一款的话是我们的龙普拓大师傅的小金森 我们可以先来看看那个幸运星 幸运星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他的这样的一个验证卡 验证卡 龙婆Binang 龙婆Binang的验语 这个幸运星 我们放进 大家看一下 是由龙婆Binang师傅 吉佛加持佛 历史二五二七年 哇 啥 龙老 这个是 那我们看一下底部 在旁边啊 这样子 那龙婆Binang的幸运星 它的功效是具有非常多的 可以帮助佩戴者 吸来好运和财富 可以保护避免受到一些恶的势力 不好的东西的侵害 增加个人的这样的安全 龙婆Binang的幸运星 还可以提升个人的魅力 以及还有人缘 都有啊 还有增加人际关系和和谐 谈判这也比较顺利啊 所以它的功效是非常好的 它是这样的一个五角星啊 五角呢 代表的是五大圣佛 前面的五角啊 五角的话是代表着五大圣佛 让我们看看后面啊 后面的八角啊 后面的八角星代表着八方阿拉肯复法神 可以改变自身的榴莲啊 榴莲运成 及五大圣佛 呃就是首富西纳八方招财 人员及灵气 灵验啊 非常的灵验的哈 遭到贵人啊 对三星呢 就是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啊 还有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制造这个圣物啊 制造这个圣物的话 要整个季度在山林之中啊 素食 食灾一个月不断的加持 然后注入 人员油和 招财的那些 呃花呀油啊结合哈 真的是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而且呢 能够时时刻刻带来幸运 永步入困境 超强 招财 人员 感情 生运啊 生运啊 这就是啊 真的是非常好的 龙博 逼那 幸运心是最为出名的 非常出名的啊 很多人佩戴完了之后就一生得到转运啊 不停啊 转运不停 我再给你们看一下整个牌啊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真的是可以来共情一转啊 共情一转让你们实来运转啊实来运转啊 带来好运啊龙博饼的幸运心 来还没有订阅的话点点订阅以及关注哦 谢谢大家的支持 给这样的话我们就看看第二款咯 可以来我们看看第二款 第二款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龙普拓啊 龙普拓的自身牌 它有这样的一个 呃 啊 夹到手了 哦 没有合 我们大概看一下 这个就是一尊小金丝啊 里面有那个滚珠的啊 里面是有滚在里面的滚珠的 那我们看一下 欣赏一下这一尊龙普拓 看没有 坐在莲花上面非常好看的 来看一下背面 那这尊的话是由大法会啊 大法会开光起不加持的 佛丽寺2553年 瓦塔库啊瓦塔库的这一尊啊 底部是这样子的 里面是有滚珠的啊 可以在泰国呢 真的是基本上是可以随处可见 就是龙普拓的 从像啊 雕像啊 附身符 还有画像等等 就因为 几乎每一间庙里面都一定会有龙普拓 因为大家都非常 啊 喜欢供奉龙普拓的圣物啊 对啊 泰国交通统计的话 很多在意外 在出事的事情当中 都没有说发现到 佩戴龙普拓的自身牌的善性 有出现过什么 交通意外 就证明他的保意外 特别是在驾车的意外啊 是非常的好的啊 所以只要 特戴龙普拓的自身佛牌的话 一定能够帮助到大家 能够出入平安啊 出入平安 事业发达 同时呢 有很多人习惯了 在车上 把一尊龙普拓啊 所以这个你们放车上也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们想要放在车上的 放车上版本的话 我们也可以拿大尊一点的 但有些人他比较喜欢小尊的话 这个也可以 当然也是可以包壳 啊 包壳挂在车上 或者是带在身上的啊 都非常好的 而且呢 龙普拓是除了保平安 啊 挡灾避险呢 保命这些啊 他的功效呢 也是能够令人长命防小人啊 这些的啊 他其他呢 还有一个就是 也有一个招财啊 招财的功效哦 哎 就不这样 大家有没有喜欢这款龙普拓的啊 龙普拓的小金身啊 这个是啊 还有一点点彩虹彩虹的 你们有发现吗 还有一点带彩虹色彩虹的 嗯 手拿了手拿了保珠的啊 龙普拓自身牌手拿保珠 其实他的这个法相也是有一个寓意的啊 到时候故事的话 下次我会给大家讲哦 还没有关注的 顶顶关注吧 我们会时刻有新的哦 发表的新的佛牌 新的动态啊 好吗 有空的话就可以进来看看一下啊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再给你们放镜看一下啊 那我给你们卡发尺寸吧 卡一下尺寸吧 来 你看到没有 这是零的吗 哎呀零 OK 高度啊 3.4 3.4啊 来 喜欢可以来啊 谢谢大家